咋办呢 就没办法了吗 就想不出什么招 快点想招啊 咱得去救雨哥 我这不想着呢吗 而且大家伙不都在想着呢吗 反正我觉得 你咱现在这么少的人 这么几支破枪 根本救不了雨哥 那咱就能眼看着雨哥在那等死啊 金龙山其他那些兄弟呢 连司令都叫不动 你能叫动啊 那那些所谓的国民党军统呢 雨哥也是国民党的人呢 他们就不肯来帮忙 你就别跟着掺和这事了行吗 我是觉得呀 这金龙山迟早的待不下去的 这事过去以后 咱们回老家吧 干嘛 过日子 生孩子 那咱就不打小日本了是吧 中国四万万同胞都在打 差咱俩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多了 小日本他才敢那么猖狂 熊哥 来来来 兄弟们闹得厉害 非得闹出点事了 反正这事你心里得有个底 我觉得吧 要是罗上校能回来的话 这事兴趣能好办点 行你先回去吧 好 说啥呢 偷偷摸摸的 没说啥呀 没说啥呀 那不是那个 你甭问了 你先回翠花姐那看看有什么消息 我去司令呢 好 这可怎么办呢 不是嘛 这不好办呢 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是进退两难哪 就是啊 就是啊 当时就不该上金龙山 就是啊 就是啊 来这干了 这人都有发糊涂的时候 老七你这招够狠的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要 绝了草上飞的后路 可不是 逼着草上飞 他是要救方振宇的 我见大家不愿意 才同意回乡庐山的 等明天队伍集合的时候 当着吴炮头的面 没准他又变了主意 那可说不准哪 要去临合镇劫阀场 我就给他来个狠招 这招好 到时候 你不会给吴炮头挡枪眼吧 不不不 不会 我才不会闹这个枪眼呢 这可咋办呢 咋办呢 熊哥说了 人多反倒无事 就咱们那几把破枪啊 根本也不顶用啊 咱们还得按照 宇哥的策略行事 智取 咱包围临合镇 包围临合镇 就咱们这几个人 连包围个窗户都不够 有了 姐 咱绑票 绑票 绑票 熊哥 熊哥 司令咋说的 司令决定今天晚上去营救 真的 太好了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但是 有些兄弟不愿意去 想回香肉山 他们也太不仗义了吧 那那 那些看着别动队呢 张家东已经死了 罗上校现在生死不明 谁还能支持我们 行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再想想办法 走吧 嫂子 那个康天舅夫突然喊着说要见你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让我坚持 我要杀了你们狗日的 你们不能继续 放开我 干什么呢 怎么回事 狗日的杀了我们兄弟 我要替我们兄弟们报仇 记住啊 以后没有命令 谁都不能动他 为什么不能动他 咱们虽然恨日本人 咱们也是土匪 但是呢 咱们不能赖杀无辜 否则咱们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区别 啊 记住了啊 对于他咱们要保护 好了 兄弟们下去吧 哎 走嘛 这次你走运 你等着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赶紧放我出去 我要救我妹妹 她现在很危险 来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投降的话 我保证关东军 会饶了你们的 康天舅夫 难道你还不姓巫王 日本人他们追杀你妹妹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留在这儿 把这儿当成你们的避难所 我们欢迎友好的仁人 看紧点啊 别让那两个兄弟再过来打她了 是 对 这个小人玩 要是敢帮咱们 那宇哥就好救了 可是这狗人的嘴真硬 我曾经想过一招险棋 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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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关东军不是射陷阱 那是真的要杀宇哥 就说现在 不管咱们乍不乍降 宇哥都有危险 所以说 只要宇哥投降了 他们才可能不杀他 因此 我只能用上次庆典的方法了 齐席 齐席 这倒是个办法 可是现在 你说 草上飞那边吗 在锦内哄 金龙山又没人肯出面 咱们势单力薄 怎么办 我倒想到一个人 谁 李传奎 李传奎 他 他能行吗 他 上回他不是 我会有办法的 司令 二狗子看见无炮头出山了 几个人 就他一个 一个 去游巨队找救兵去了呗 真他妈卧戏 这样明天方振宇被他们救出来 我还怎么又连见他 就凭他们怎么可能啊 赶快集合人马 随时准备参加营救行动 是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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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哥 你看谁骑着马过来了 走 这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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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不小啊 胡志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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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翠华正急着找你们 他人呢 出山了 去哪儿没说 那你们方队长呢 被鬼子抓了 说明天早上八点 在临河镇公开枪毙 什么 那你们赵司令呢 他在山上吗 在呢 带我去见他 好 快 走吧 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跑你们那儿搬救兵去了 我们也是天亮前到的马电团 没遇上他 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赵司令 有什么打算吗 我能有什么打算 这都准备好了 可就这百八十号人 也不管用啊 我是胡队长 你们抗连游击队 不是很器重方大队吗 你们有什么打算 现在能和关东军抗衡的 也只有你们游击队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你 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情 吴翠花拜见寨主 胆子够大的 还敢来阎王殿 我说过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咋儿 跟她说说我们阎王殿的规矩 凡是娘们儿拦了阎王殿 必须让我们四大天王过一手 只要我们火炎王看上眼儿呢 沐浴陪寝 等雄姬打明之时 见血封侯 我不是娘们儿 你不是娘们儿 她说她不是娘们儿 我是夫人 你是夫人 押寨夫人 把她办了 把 是 押寨夫人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方振宇的媳妇吗 没错 明日八时 关东军在临河镇东市 要枪毙方振宇 原来你是让我帮你去救方振宇 那你说说 我凭什么帮你救她 只要你肯救她 我就做你的押寨夫人 你既然是方振宇的媳妇 我救出了方振宇 你怎么可能做我的押寨夫人呢 我用身子换她的命 只有你能救她 好啊 既然这样 你当着我们所有兄弟的面 把衣服全部脱完 我再考虑 要不要帮你去救方振宇 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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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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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出去吧 是 是 嫂夫人得罪了 事关仲家兄弟的身家性命 我也不敢乱来 所以不得已 出此下策考验嫂子 嫂子减量 我李川奎虽是马匪 人称活颜王 想当年也是世家出身 后来家道败了 是方振宇大哥受留的我 方振宇受我的恩人 在一次抛北平丹子的时候 我的一个兄弟偷了黄金 事后我向方振宇发着 说不是我的兄弟偷的 后来我才知道是兄弟骗了我 他偷了黄金跑掉了 按规矩 我只能自断胳膊 最后是方大哥出面 替我打了圆场 才保住了我这只胳膊 嫂子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 方振宇果然是人中豪杰 有你这样的女人为他在所不惜 令人佩服啊 李战主 方振宇大仇为报 壮志为仇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成为驱死的冤婚 可是现在 关东军把银河镇当成了重镇 凭我这几号人马 想要救出方振宇 不疑是虎口拔牙 贪何容易 生死自有天命 只要我们尽力了 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多谢李战主 扫夫人不用客气 宫城的仗由我们来打 你们直奔刑场 赵司令 我相信只要我们配合好 行动就一定能成功 我就说嘛 这次行动缺了咱们谁都成不了 我是胡队长 如果这次枪毙的是我草上飞 游击队会攻城吗 未必不会 是吗 我们对赵司令的了解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你上香炉山 虽然干过几次打家劫舍的事情 但抢的都是土豪裂身 你从来没有骚扰过老百姓 打鬼子那什么也都说 在抗战这条线上 我们应该是盟友 虽然你并不愿意加入我们抗连 但是我们 早已经把你当做自己人了 就像方振宇说的那样 咱们是战友 这我知道 来人 司令 去看看 吴炮头回了没有 是 这个吴炮头到底去哪了 那个骆小望呢 在山寨上的牢房里 昨晚吴炮头 从临河镇抓了个日本人 是黑龙会的二当家 也就是那个甲梅姑的哥哥 废物一个没用 陆岳放走了甲梅姑 想用他换方振宇 结果那些日本人根本就不在乎他 说这也没用了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等吴炮头回来了 好 好 走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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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军 这是我们宝林谭家三少爷 哦 宝林谭家 谭宝昌 好吧 請 三少爷您请 驾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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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起来 这里 下来 老 car 走 上去 停车 这位帮主是在哪里发财呀 太军 我们是宝林谭家货战的马帮 谭大雄 您还认识家父啊 你是 我是谭家的老三 我叫谭宝昌 三少爷 你这是跑哪里的担哪 来 姬夕 石家居石大老爷的单 哦 石大老爷 报告 全是生姜 没有武器 想在灵河投诉 注意 明天早上就出城 我劝你现在就出城 怎么了 明天你出不了城 今天晚上开始 全城警戒 太军出什么事了 etch方 这个尼 علي 我帮你帮你太冰沙了 伙幽 露髦 哪 黄露 有有有有 少爷少爷 吹的啥风啊 把您给刮来了 什么风 东洋风北 赶你把货欲了 明天日本人要强杀 方忍于和罗掌柜 罗掌柜 安 就是联合大酒楼的 罗天华呀 罗天华 他犯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 他可是在联合的大人物啊 什么大人物 听说他是军统局的人 军统局的人 可不 那金龙山那拨人 据说都是他的 您说东阳风把您给吹来 不是为了明天的事吗 下午啊 从姬西又过来一个营的关东郡 日本人真是下了大注了 三少爷 我跟你说 明天临河镇兴许会血流成河 依我之见 两声枪响 两条人命 谁敢来啊 再说 方振宇是该杀 这话怎么说 他把一个日本人的内阁长官 从东京来的 在庆典上把人给枪杀了 日本人对他有恨之入骨 我村的酒还在不在 在在在 还在 给我上最好的菜 好嘞 打电话到姬西给石家鞠 查一下保林谭家货战 跑单的事 是 上次庆典 我们吃亏在全县防守 顾忌太多 加上游击队进攻双风山 防阵与内线突破 造成我们顾此失彼 明天我们将采取集中兵力 重拳出击的方案 只要发现他们 就穷追猛打 我们无所顾忌 行刑队会在第一时间内 执行枪决 一旦方振与罗天华死了 他们就会丧失战斗力 任凭我们再杀 只要不是投降的 就是来送死 统统地杀掉 明白吗 是 据我得到的情报 游击队又回到马电屯了 据说 人反而多了 我早已得到了线报 为此 我特地从姬西调来我的部队 专门对付游击队 真是好事 宋本军 我对你的支持力度够大的吧 听说 你要把惠子小姐送回东京 她必须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是吗 是吗 世家聚齐了沈阳 家里没有关系 看看 这儿呢 都在这儿 老丈 我那些宝贝存了有年头了吧 可有五六年咯 三儿 把咱们的那些家伙找出来看看 是 小心驶到万年船哪 这回啊 怕是到了大县了 你想啊 你们这一折腾 日本人肯定查到这里来 小日本的报复心可强了 听说 昨晚上啊 王振宇的人 偷偷把那正北货站的 日本人给抓了 唉 就之前 火站的人只剩下四个伙计 全部给杀了 怎么 害怕了 害怕就过来跟着我 唉 人能走 可这家的 不能移啊 老丈你是个福将 唉 谁让你的老丈人 是日本人的财神爷呢 日本人不会动你的 哎哟 拖你的急眼 我看看 集系的电话怎么说 石家区去了沈阳 家里没有管事的 找到那个管事的 是 宋本军 你又在想什么 一只马帮进了灵河镇 嗯 一只马帮 就让宋本军慌成这个样子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在这趟口来了 你怀疑他们是游击队巧装的 大佐还是小心为妙 按照邵左的不真 我们要防备的是天上的秃鹰 而不是那几只苍蝇 即使是游击队的巧装 也不过是几只苍蝇 又何妨 大佐 青天苍暗 就是几只苍蝇 你不是说 那都是因为方振宇 方振宇的指挥 可如今 方振宇在我们的死牢里 只有几个小时的命了 你担心什么呀 是 报告 宋高萱夫人的车 已经在路上 午夜前赶到 太好了 高萱夫人属于特告客 把他送回东京 由军事法庭来处置吧 明天 大连就要回东京的船票 狗人的小日本 日本儿 打死这个小日本儿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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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人的小日本 杀我兄弟 今天我要为兄弟报仇 休死吧 开枪 开枪 打呀 开枪 都给我住手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不是说过了不能动他的吗 日本人是可恨 杀咱们兄弟抓咱们永哥 但是咱们的目标不是他 是日本帝国主义 记住 以后对他客气的 走了 他娘的下回弄死你 站住 干什么呀 我可以帮你们 但条件是 先救出我妹妹 我知道方阵宇在哪儿 在哪儿 黑龙前庄 不过前庄没有安斗 我可以带你们进去 只要救出我妹妹 方阵宇就有救了 怎么 你不相信我 那好啊 那你现在杀了我 现在我们去临河镇 如果现在不去 我妹妹就要被送到东京 等着她的就是叫家 她死的 我活着也是死 来了 是 那就现在给我一枪 给个痛快的 如果现在去 还来得及 是 她这是去哪儿了 是啊 我也在想 她不会一个人去临河镇了吧 不会 对 你倒是对她 知根知底了 赵司令 我想 不管吴翠花怎么样 有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确定 明天上午的计划 是否继续 我也在这么想啊 可吴炮头不在 谁知道是咋回事 兄弟们还以为她跑了 你要知道 最该救方阵宇的 就是她 她要是不在了 兄弟们会怎么想 这就要看 赵司令你了 我 赵司令投奔金龙山 是为了报答方阵宇的救命之恩 如今方阵宇大难临头 你赵司令袖手旁观 这可不像赫赫有名的草上飞的行为啊 你不用在我这儿使鸡将法 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不过提到宝恩 我已经报过她的救命之恩了 就在八月七号 要不是我掐了点出击 她已经没有今天了 这么说来 方阵宇真是命悬一线了 此话怎讲 你不是说不欠她了吗 你小子胆肥了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 你赵司令是个堂堂的爷们 是个真正的汉子 这还差不多 别说她救过我的命 就算我们没这层关系 单凭她是一个堂堂的汉子 我也会慕名仗义 拔刀相助她 司令 你们来得正好 见过胡队长 胡队长 你是被鬼子赶回来了 还是赶鬼子回来了 少他娘废话 胡队长是来跟我商量 明天救队长的事的 不是说好了吗 凌晨出发吗 胡队长你放心 只要有我草上飞在 乾坤就不会乱 明天上午离合阵箭 好 离合阵箭 赵大哥 胡炮头 翠花 胡队长 你怎么也在这 回到马殿屯 就知道你来过了 这不 我赶过来和赵司令商量 行动方案 准备营救方振宇 宇哥有救了 胡炮头 这半天你去哪儿了 搬救兵 你是性不过咱 还是咋的 咋能信不过呢 除了游击队 还有谁 会救方队长 就是 李川奎 胡炎王 我想让康田 带着我们女子分队 今晚潜入临河镇 看看有没有可能 先救助方振宇 如果不行的话 就想办法抓住松本太郎 或者其他重要的人物 这个日本人靠得住吗 他亲眼目睹他妹妹 被关东军抓了 他们康田也算是世家 为日本天皇效命尽忠 结果落到这样的下场 我想 他咽不下这口气 反水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他真能反戈一击 事情就容易多了 嗯 人怎么不见了 人呢 我想 一定是小望救了那个日本人 他们应该去临河了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赶到零河镇 如果能追到洛小王 那是最好 万一追不到 那就按你的意思 绑了松本太郎 可游击队 放心吧 我已经布置好了 我的人 会按时共证的 不过有句话你要知道 外公 不容内袭 胡队长 谢谢你 为了救一哥 行动吧 是 走 走 翠花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寨子里要出事 出什么事 最近寨子里的兄弟们 对司令还是不满 我怕他们会对他不利 还是小心为妙吧 我派个人过去看看 小苗 到 您回去 看看曹上妃 嗯 告诉她 寨子里有可能会造反 是 太好了 他们全走了 现在金龙山就剩咱们了 这是啥赵上妃的最好机会 好 回去给兄弟们准备一下 走 他们出山了 我俩亲爷所见 我的护卫队呢 没有阻拦他们 马就是刘国雄帮他牵出来的 他应该出山 他应该出山 那是救他男人 司令 这吴炮头也太放肆了 根本就不把司令放在眼里 除了他还有谁啊 游击队的胡队长 还有女子分队的人 女子分队的人也走了 啊 司令 女子分队是咱们的人吗 你给我闭嘴 司令 这那熊瞎子也走了 有妻 说他干什么 盗栽葱的主 盗插门的货 司令没拿山盔处置他 就算成全他了 你瞅瞅你们这帮 生了个男人的身子 揣着个娘们的心 你看看人家吴炮头 比爷们还爷们 还是那句话 那是救他男人 就像你这耗的 碰上你爹 你该闪也闪 司令您 全我的妹俩 三更天 山下集合 拿上 所有能带走的东西 干吗呀 不是回乡路山吗 回你个头 谁要当锁头乌龟 谁就给我回乡路山 是咱人的给我站出来 集合所有队伍 下山救人 走 走 走 好 相伐 你快走 走啊 来 站住 走啊 站住 走吧 咱们现在去哪儿 关东军的要塞 对 宇哥很有可能就关个要塞 那小王一定就在附近 关东军来了 别慌 他们是作者部队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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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你们两个 过来 特高克的车 康田说她妹妹就是特高克的 这车会不会跟她妹妹有关系 应该是吧 康田就附和小王集聪聪的 感到离合阵的 肯定是和她妹妹有关 能跟她妹妹有什么关系呢 她一定是答应了小王室吧 要不要拦住这辆车 咱们要抓的可是松本 抓甲妹够有用呢 可是我答应过康田的 康田说了 只有救出她妹妹才敢帮我们 只有她帮我们 我们才能找到松本 松本是黑龙会的头儿 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 行动吧 不 翠华 刚才我看清楚了 这车上 只有特高克的两个人 那个康田惠子没在上面 他们这时却要塞 等他们出来之后 我们再见机行事 是 好 把眼睛放亮点 别离我太远 管好你自己吧 来看一看 去吧 别义卖了 这一头 好 哎 嗨 大佐 特高科來電 要惠子小姐 凭什麼把他送給特高科 我也要 大佐 特高科的規矩 失敗了就要受到懲罰 好在我這裡 我可以懲罰的 大佐 特高科的車已經到要塞了 放開 你看 是我妹妹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